天气变冷了 要特别小心一氧化碳中毒 就在17号晚间 有6位民众被送到急诊室 全部都有头晕头痛 还有恶心的症状 最严重的患者 他只有4岁 当时已经昏迷 而且出现了眼睛上掉的情况 透过抽血检查才知道 原来是一氧化碳中毒 而这6个人呢 刚好之前都在同一间火锅店用餐 医生推测 火锅店内狭窄 通风不凉 冷气出问题 都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所以提醒民众 冬天留在屋内一定要特别注意空气流通 更要留意燃烧物所产生的废气 必须要能够非常通常的排除 冬天报道 天气冷嗖嗖 不少人喜欢吃火锅暖胃 没想到现在却出现吃火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我们一开始本来会猜是感染的问题 但是这个病患 最近并没有感染的症状 也没有发烧的情形 才去推测 大家都是从火锅店出来 难道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就是一氧化碳集体中毒的案件 17号晚间共有6位民众来到急诊室 全都有头晕 头痛 恶心的症状 最严重的病患只有4岁 当时已经昏迷 还出现眼睛上吊的情况 紧急用高浓度氧气治疗 抽血检查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氧化碳中毒 而6个人的共通点就是在同一间火锅店用完餐后一起出现不适 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 比如说太拥挤了 或者是空调上面是有问题的 医生推测 火锅店内狭窄 冲锋不凉 冷气出问题等原因都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不仅吃火锅 有民众在室内点香氛蜡烛也可能有致命危机 就是在一个小小的雅房 那两个人就是只是为了增添情趣 然后就烧了那个香氛蜡烛 很快的他们两个在睡梦中就一氧化碳中毒 医生也提醒大家 天气变冷 民众如果在屋内要注意空气流通 更要留意燃烧物产生的废气排除 才不会一不小心尿成遗憾 节奏报道